因為我記過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 因為這個違反規定是事實 那台北市也已經開罰了 所以台中市政府已經一樣確定了 那就是有六位上台 那每位罰三千 那最近我們已經查到查房好上的地址 那誰就會罰罰在這裡 謝謝 謝謝